资深艺人陶大伟传出了癌症病危的消息 把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那么甚至还有平面媒体报道 陶大伟昨天被紧急送进了家户病房 而陶大伟儿子陶哲的经济公司已经出面澄清了 承认陶大伟确实身体不适到医院治疗 但是目前一切平安 一头银发笑容满面 资深艺人陶大伟总是给人健康开朗的印象 但却传出他罹患了罕见癌症 一度病危 从去年开始陶大伟身体健康亮红跟的消息盛传 甚至到了今年四月还传出心脏不适进行就诊 到了十四号夜间更一度传出病况危机 陶大伟的儿子也是歌手陶哲经济公司 也在第一时间接受回应 说明陶大伟人确实因为身体不适 在台大医院治疗 但正是澄清了病况危机 陶大伟父子经济公司态度低调 对演艺圈内的好朋友更是不愿意出面 对于陶大伟病情的种种书法 包括资深艺人王孟林 赵树海还有孙岳 统统都是关机不回应 经济公司强调陶大伟需要好好的敬仰 也感谢外界关心 这边宣传这边胡佳珍 台湾桑报道